我们今天要来看 这个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十三节 耶稣道成肉圣 耶稣来到地上 为我们受难受死复活 让我们一同地头 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 聆听主的话语 亲爱的天父 我们在这里求你的圣灵 带领保守 让我们继续在你的话语中 来到敬拜和崇拜 对我们说话 我们将仰望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我们一同来读 这十三节的经文 我们就同声一同来念 好 一同来 太处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道太处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反悲造的没有 是借着他造的 生命在他里头 那生命就是人的光 造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有一个人从神那里来的 名叫约翰 这人来为要做见证 就是为光做见证 叫众人 因他可以信 他不是纳光 乃是要为光做见证 纳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他在世界 也是借着他造的 这些却不认识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道不借待他 凡借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是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这等人不是从血去胜的 不是从神域胜的 不是从人胜的 是从神胜的 约翰福音 是使徒约翰所写的 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 他在耶稣福音的开始 就开中名义的宣称 台处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他开中名义的就提到 道和神是存在的 不需要证明 但是从我们 今天现在的人 我们的角度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或者比较关心的就是 我们知道 目前有一个宇宙 也有宇宙万物 所以我们如果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从肉眼可见的东西 来推理 推测到 肉眼看不见的神 还有永恒 那我们就以 现代人的这个角度 先从宇宙万物 存在这个事实 来思考吧 之前 这个事实 也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存在 是一直都存在的吗 还是它 有一个点 从无到有 也就是牵扯到宇宙万物的 由来的问题 约翰很清楚地就告诉我们 它是有一个起点的 宇宙万物是有始的 上一周 赵牧师 帮助我们 从这个创世纪来看 一章 第二章 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 宇宙万物的由来 所以宇宙万物是有始的 太初与创世纪一章一节 起初 神 创造天地 这个太初 起初是一切 的起点 也就是宇宙万物的起点 在这之后 才有天地 因为神 创造天地 那在这里 约翰继续地 提到宇宙万物与道 之间的 这个 关系 那道是希腊文 logos的这个意思 也就是它是话语 那它是中文的一个翻译 也可以是说话 动词 那更多的是话语 就是说话的内容 它是属于沟通的用词之一 也就是上帝要与人沟通 也许用我们今天圣经的话 就是上帝要向人启示 那这个启示 这个道指的是耶稣基督 我们有圣经的启示 我们更有道成 肉身耶稣基督的启示 让我们知道神 那我们知道神是谁 那神与人 与万物之间 有什么关系 在宇宙万物与道之间 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就是 宇宙万物中的 与道 也就是强调 在宇宙万物之前 上帝道就存在了 道成肉身 但是道在成肉身之前 就已经永恒的存在了 那宇宙万物是在 有一个起点 但是上帝是没有一个起点的 它是永恒的存在 这就是宇宙万物 与上帝之间的 一个差别 一个区别 那宇宙万物的存在 从存有方面来说 它是借着道被创造的 神说要有光 就有光 然后就很多 要有什么事情就成了 所以我们相信 在创世纪一章三节里面 暗示着 这个话语 神说 那个说话 也就是指这个道 道成肉身 之前道已经存在了 而且道是 在整个宇宙万物的 创造里面的一种的 参与 神说 要有光 光就有了 这是基督徒认为 宇宙万物的由来 是上帝所创造的 那问题是 Ryan Hansen 我想他是一个无神论者 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 思考的问题 如果上帝创造了宇宙世界 那么谁又创造了上帝呢 谁又创造了 那创造上帝的谁呢 因此在这条 思路线上的某一个点 我们必须承认 有某些东西 已经在那里了 那么为什么 我们不能超过上帝的概念 直接进入地球呢 他的问题 其实已经有答案了 但是我觉得他问题 我们也非常的同意 你总得有一个起点 不能够无从地推算下去 那我们和他之间的不同 乃是不能够接受 上帝就是那个起点 他不能够接受 上帝就是那个自有拥有的 他反而能够接受 地球是自有拥有的 永恒存在的 我想这个差别 不是在推论上 乃是在整个的前提上 基督徒的前提 就是上帝是自有拥有的 所以他创造了宇宙万物 无神论者的前提是 上帝不是自有拥有的 或者根本没有 所谓上帝的存在 所以他唯一能够有的解答 就是好像这个地球 就永恒的存在 我想在这里 我们很清楚的 或者是很简单的一个答案 这个起点就是 上帝是自有拥有的 他创造了 这个东西你不用再找了 圣经就告诉你 他就是已经在那里 永恒在那里的上帝 是他创造了这个宇宙 我们为什么要跳过 上帝的概念呢 反而上帝的概念是 与宇宙由来最好的 最合理的一个解答 难而我们要问 那如果宇宙万物的由来 好像是一个科学 实际上它是一个神学的一个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反正我已经存在了 那宇宙怎么来的 这个我不管了 但是你不能不管 因为我们怎么来的 和我们存在的目的和意义 是有关系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提到 道是一切生命气息的源头 生命在它里头 我想这不只是生命抽象的概念 更是指生命气息 我们能够存活 我们有那一口气 我们有一个活人 该有的这种的生命力 是因为上帝说 要有光 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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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创造了人 然后吹那一口气 生命气息 人就有了生命气息 一切创造都离不开上帝的大能 但是上帝创造我们 不只是让我们有生命气息 能够活着 能够生活 它更是让我们能够有丰盛的生命 所以这里的生命在它里头 不只是活着 更是一种丰盛生命的赐予者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命 活得丰盛 有深度 有意义 这就是上帝赐予我们 祂作为一个生命在它里头 祂给我们这丰盛的生命 所以 这个丰盛的生命 我们可以从道与神之间的关系 能够看出一个所以来 这里提到的这位神 道与神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真神 三个位格和俄为义 圣父 上帝 圣子 耶稣 圣灵 在创造里 在救赎里 圣父 上帝 圣子 圣灵 都合而为义 所以我们看见 这个圣地 这个神是一个丰盛的神 祂有丰盛的位格 三个位格 他们是同尊同容 也就是圣父 圣子 圣灵 他们享受永远的荣耀 相同的荣耀 相同的地位 相同的神性 他们彼此相亲相爱 彼此亲密团契 他们是一切丰盛生命的源头 三位一体的真神 就是这样的丰盛 只有这样一丰盛 三个位格 却又合而为义的 才能够赐予我们 人生丰盛的生命 你我的生命有多丰盛呢 这是很关键的问题 我们都活着 但是我们要活得有意义 我们要活得有目的 我们要活得有深度 我就想到 看到有一个墓碑文 人很多时候要到死后 或者到葬礼的时候 才会稍微思想一下 人生的意义 所以墓碑文其实很有意思的 它让你多思考 在你盲目的人生 你忙得有意义吗 你的生活 真是你所想象中的 那样的丰盛吗 这个 外国人的墓碑文很有意思 它为了减少那种的伤感 他们有一些的墓碑文是蛮有 蛮奉趣的 这个墓碑文是有一个 英国人 他在他的墓碑上 有这样的一个墓碑文 它的名字 叫做 叫做 一分钱 那个 我们听听 Penny怎么说 John Penny的墓碑文 Reader if catch thou art in one of any dick four feet deep and thou will find a penny 读着背文的人要留意 如果你想要钱的话 哇是因此深 你就会找到一个Penny 一分钱 是不是很风趣 我们笑了之后 也许我们应该思考一下 这个背文所说的 第一点 如果人没有灵魂 没有永恒的话 只有一副具体 人死如灯灭 没有所谓的上帝永恒 人也不是上帝所造的 人死后归于尘土 这个尘土值多少钱呢 也许是一个Penny 正如Penny所说的 你只能够找到什么 一分钱 如果人只剩下尘土的话 第二 我们想到 假设Penny 有很多钱的话 你挖了四英尺深 少了了许许多的财宝 但是是不是代表着 你的人生就是有深度呢 是不是你的钱多 人生就有深度 有丰盛呢 主耶稣基督说 人的生命不在乎 家当 也就是家财丰盛 我们 家财丰盛之外 我们的人生 还有什么样的深度呢 假设一天我们埋在地上 我们得问 我挖 四英尺深 我在你 我的身上 找到什么样的人生的深度呢 我觉得很好 如果我们人生活着 不只是为了挣钱 我们挣钱 养家 让我们的家庭 孩子 能够活得更好 其实这是很高善的 如果 我们能够多做一点 为社会某一些的福利 做一些的好事 这也是很崇高的 你不只是为自己 为家庭 你更是对社会有贡献 但是上帝要给我们的生命 是比这些更丰盛 是丰盛到一个地步 你所不能够想象的 在你之外 在你的家庭之外 在你所处的社会之外 上帝还要给你一个更丰盛的生命 一个永恒的生命 所以耶稣在耶和福音17章说到 什么是永恒丰盛的生命 认识上帝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他所拆了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了 这就是永恒丰盛的一个生命了 认识耶稣基督 既然这个生命这样好 为什么很多人却不要呢 你我还没有做基督徒 之前我们可能不止一次听见过福音 也不止一次有人邀请我们 接受耶稣基督 得到这丰盛的生命 那呢 为什么我们没有马上的接受呢 也许这段经文给我们很多人有那种功名 是人对道的反应 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对道 对耶稣基督的反应 也许正是如此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他在世界 世界也是借着他照的 世界却不认识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这里提到的是一种光与暗的比喻 光与暗的比喻 用来说明 道与世人之间的关系 黑白 光暗 其实不只是在圣经里面常用的一个比喻 更是所有人类 文化文明里面 都会看见的 都会使用的一个比喻 因为他们之间的 这个对照 是很鲜明的 一真一反 一黑一白 不晓得你没有留意到 我今天穿了一个白色的西装 张牧师穿的是一个黑色的西装 我想我们没有其他的意思 就是一个白西装 黑西装 但是我就不知道 我们的领会 胡浩弟兄 他穿了一个灰色的 是没有特别的含义 不得而知 但是在圣经里面 在很多的文化里面 光与暗 它是有特别的 一个含义的 在圣经里面 约翰就在这里用来强调 那是道与世人的关系 世人是活在黑暗里面 这是世人的一个光景 活在黑暗里面 它指的是活在死亡和罪恶的权势底下 就是你不能不犯罪 你不能不死 人人都必有一死 因为死是来自于罪的后果 好像我们活着都经历过 也必要经历 有一天我们都要 埋在那四阴尺下 成为另外一个片尼 这是人生的宿命 人活在黑暗里 是很真实的 人需要光的生命 或者是光明的一种的生命 也就是耶稣基督所赐的这种 丰盛永恒的生命 只有耶稣基督所赐的这种丰盛永恒的生命 才能够摆脱罪恶和死亡的权势 但是人需要正光照耀 什么叫正光照耀 也就是人能够认识 人活在黑暗的这个情况 人能够认识正理 需要正光来照耀 需要耶稣道成肉身 需要圣经的启示 人才能够看见自己是活在罪恶和死亡的权势里面 求神帮助我们 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留意到 什么叫做需要 需要 是一种 你的需要 不是你想要 想要和需要是有分别的 而且往往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想要总是占优势的 我打个比方 一如最近我们搬家了 我和师母搬家了 从北漂到南了 难移了 难欠了 很多时候 只有在搬家的时候 你才思考到 到底什么是需要 什么是想要 活在当客的时候 我看见我就想要 我就买下来了 真是需要吗 不见得 但我想要 只有到搬家的时候 怎么这么多东西啊 真是我需要的吗 也许都是我想要的 不见得是我需要的 那时候才后悔了 搬完家了 又回到我想要了 直到下一次搬家 又说需要很重要 人生就是这样 我们 在这种的情况底下 倒是说 想要 占了三封 但是很多时候是需要 我们却不想要 例如说 今天你生病了 你需要看医生 你需要吃药 你需要接受 这个疗程 但你不想要 这个疗太苦了 这个疗程太 太花时间了 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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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但是 你需要 可能 你身体状况 需要改善 你需要运动 但是我就不想运动了 讲了好几年了 我就不想 直到有一天 你真是亮红灯了 不是你想要 乃是你什么 需要 对不对 平时可能什么都是 直到一天 亮红灯了 要捡糖了 要捡这个捡那个的时候 不是你想要 乃是什么 你需要 弟兄姐妹 我们很多时候 需要 看见 而不是想要 黑暗 黑暗对 世人的 反应 的一种的 抗拒 他们是需要 虽然很多时候 他们是不想要 耶稣是 道成 肉身 在世界 到自己的 地方来 但是黑暗 什么呢 却不接受 不认识 不接待 所以黑暗 它需要光 我们的人生 需要光明的生命 我们的人生 活在黑暗的全世界里面 我们需要 争光 照耀 但是我们 却不想要 我们不接受 不认识 不接待 耶稣 道成肉身 是在自己的世界 这是他所创造的世界 圣经 刚才我们说过 开宗民意 就是提到 这是他所创造的世界 到自己的地方来 宇宙万物 都是他所拥有的 他是主人 但是主人 来到自己的家 既然 不被 接待 甚至 不认识 不接受 什么叫 不接受呢 也许在这里的 经文的一个翻译 可以让我们 做一些的 思考 因为这些的 这句话 在希腊文里面 也可以 翻译成 我们不能胜过 不能胜过 cannot overcome 那 他们的差别 如果不接受的话 也许是一种 冷淡 拒绝 他知道 他需要 或者甚至 他不觉得 有需要 他就冷淡 回应了 我没有这个需要 其实 当然 他是 有需要 或者 他是 不想要 另外一个 如果 把它 诠释为 不能胜过的话 他不只是 冷淡的拒绝 他更是 什么呢 激烈的 抵挡 甚至要压迫 要吞刺 偏要尝试 把光 吞刺掉 因为 光 让他 很难看 光 记起他 里面的 一种的 抵挡 一种的 抗拒 他知道 他 在黑暗里 但是 他 不想要 他 激烈的反对 他也不愿意 别人 想要的人 去得到 在 约翰福音的上下 我们 也许 这两种人 都有 我们在 这里的当中 我们没有 信主之前 也许 我们 每个人 都有不同的 这种的 光景 有的是 冷淡 回应 有的是 激烈 反对 更能变 但是 这正是 光照在 黑暗的时候 黑暗 对 真光的 一个 也许是 自然的 反应 想想一下 如果你今天 进了电影院 从电影院 看了两小时的电影 你一出来 白天的话 你的眼睛 马上 就承受不了 太阳的光线 又或者是 你在室内 有暗 比较 舒服的 灯光 但是 一到室外 特别是 那一天 下雪 地上 堆满了 雪 你真是 在那个时候 地上的 这个 这个雪 加上 太阳的光 那种的 光线 远远的超过 你室内的 光线 你也感觉到 非常的 不舒服 这两种的 情况 正好 说明了 我们能对 光的 一种的 反应 我们能活在黑暗 罪恶 死亡的 全世界里面 不然间 争光照耀 福音 真理 照射在我们 心里的时候 我们很自然的话 就承受不了 甚至 反对 抵挡 也许是另外一种的 情况 我们 在室内 我们其实 生活也不错 好像也做了 很多的好事 我们好像 有一点的光 我们也不是 完全没真理 但是 当福音 真理 一照下来 耶稣 圣洁 那种 崇高的 那种 神性 人性 我们就 觉得 我们 人 真算不得了 什么 我们的 功德 算不了什么 我们的 这种的 品格 在圣洁的耶稣基督 面前 也算不得什么 就好像 从室内 到室外 的时候 那种太阳的 那种的 极度的光 照耀的时候 所以我们 都必然会有 自然的 这种的反应 活在黑暗 许久了 一种的时间 那我们 应该怎么样 比较真相的 回应这个道呢 就是要了解到 你在黑暗 你我在黑暗里面 接受光的时候 我们要 尝试的 放下一种 自我防卫的 机制 我在这里 引用了 这个 好像是 能够帮助我们 能够 有一个 建设性的 一种的 关系 也就是 无论这是 夫妻的关系 还是 在公司里面 同事之间的 关系 也就是 当 有 人 把你的 不好的地方 指出来的时候 你应该 怎么样的 来到 回应 那 这种就是一种 自我防疫的 机制 同时 我想也可以 用在 我们与神 之间的 关系 当福音真理 造势在我们 心里面的时候 我们那种 拒绝光的 反应 我们可以 怎么样的 来 处理 如何 可以 更真相的 回应 神的道 也就是 真光 第一 就是放下 自我防御的 机制 我们 这个 自我防御的 机制 其实是一种 自我保护的 机制 它实际上 是要拦阻你 获得你 一直在寻找的 一种 亲密关系 或者是 你一直想要 在生命中 实施的 一种的改变 你知道 你的生命里面 你的夫妻的关系 你的家庭的关系 需要改变 你在寻找一个 更和睦 更亲密的 一个关系 好像 你们之间 有一个 问题 隔阂 所以 当 另外一半 提出 他看见 问题 所在的时候 我想我们 很自然的 一个反应 就是 我们自我 保护 在一种的 关系里面 我们自我 保护 但是 换一个角度 也许 你要看见 在这个 自我 保护 机制 之外 就是 一直 你要在 寻找的 这个 亲密的 关系 无论是 夫妻的 关系 还是 你与 神 之间的 那种 的 关系 我们还没有 信主之前 我们可能 自然的 一个反应 就是 听到 福音的话 我们就 很反感 抵挡 也许 你可以 思想一下 这是 上帝 在 寻找你 也许 也就是 在你的 心灵的 深处 你要 寻找 与 耶稣 与 神 恢复 一种 和好的 一种 的 关系 也就是 你在 生命中 所要 实施的 一种 的 改变 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 把这种 自我 保护 防疫的 机制 放下的话 我们就 能够 比较 建设性 的去 听 这个 福音 第二 我们要 勇于 让自己的 黑暗 被曝露 什么叫做 让自己的 黑暗 被曝露 也就是 正式 面对 自己 人性 的 黑暗 会 引起 一种 的 脆弱感 一种 被否定 的痛苦 一种 被拒绝 的 羞辱 但是 这是 建立 正诚 亲密 关系的 必然 条件 一个 真诚 亲密 的 关系 它不是 虚伪的 不是你 聋 我聋 你好 我好 那是 肤浅的 表面的 彼此 讨好的 但是 一个 真诚的 关系 它是 能够 说 真诚 的话 能够 把我们 里面 人心 里面的 黑暗 能够 曝露 出来 看见 我们的 不足 我们的 问题 我们需要 改变 的 地方 也许 人心的 黑暗 里面 指的是 当我们 第一次 听见 福音 我们必须 从 无神论 没有 没有灵魂 没有 永恒 没有上帝 我们必须 否定 我们前盘 过去接受的 这些的理论 这是很痛苦的 但是 这也是 与神建立 亲密关系的 必然条件 也许 这种 引发的是 我们人生 追求赚钱 靠自己 的这种的 价值观 这种的人生观 当你说到 你需要 依靠 主耶稣基督 不是你 靠你自己 的时候 你只有 能够相信 不是靠你的 功德 这时候 我们好像 全盘的 被否定了 我们的人生 好像全盘的 被否定了 我们愤怒 我们觉得 难过 但是 这也是要 接受 耶稣基督 为你个人 救主的 这个是 必然的 条件 不是靠自己 乃是靠 耶稣基督 靠上帝 于是 这种的 黑暗 是我们 人心里面 里面的仇恨 我们的 这种的 妒忌 我们的 自私 自我 在关系里面 一直 破坏着我们 夫妻之间的 和睦 亲子的关系 同事之间的 关系 当这种 被暴露的时候 我们也是 很愤怒的 好像被否决了 引发出 一种的 脆弱感 但 若不 放下 自我的 防御 坦然的 面对 自己的话 正诚 和睦的 关系 是不能 建立起来的 用在 人的身上 固然如此 用在 与神的身上 也是 如此 那什么时候 是自我 防御 所以 很多时候 我们自我 防御 self defense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 要意识到 我们已经 启动了 防御的 机制 自我 保护 拦阻 我们建立 亲密 关系 什么 这种 症状 当你感到 被 攻击的时候 被福音 攻击 被耶稣 基督 攻击 被神 攻击的时候 甚至你觉得 被传福音的人 攻击的时候 当我们 把焦点 转移到 对方的身上 不是在想 自己到底 有什么问题 我黑暗 我里面的人性 的黑暗 是要怎么样 去对付 而是 把愤怒 迁移到 对方的身上 都是你 都是你 我们寻找 各样的借口 为了自我 保护 肯定自己的 价值 也许 这时候 我们也可以 看见 我们很熟听 是为了回应 而且是激烈的回应 否定 多余 为了寻求 理解 许多人 听福音的时候 第一个立场 就是 找 你的毛病 但是 如果你能够 虚心 正式 安静的 听 理解 到底 福音所讲的是什么 人性的黑暗 是什么的时候 你就放下了 一种防御的机制 所以求神 帮助我们 能够 更真相的 回应 道 道成 肉胜 最后我们来看 好像我们一直都在讲 被否定 被拒绝 放下 自我防御 勇于 面对自己的黑暗 其实你要看见 福音背后 如果你能够超越 这个自我保护 自我防御 之后 你能够看见 那是上帝在 叫你 召唤你 在复照你 在接纳你 在寻找你 因为凡 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吃他们全 并做神的 而你这等人 不是从血气生的 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不是从仁欲生的 乃是从神 生的 接待 这是上帝在 寻找你 接待你 接纳你 什么是接待 接纳呢 接纳就是相信 信靠 不是信靠自己 乃是信靠 主耶稣基督 什么叫相信信靠 承认 人的犯罪的光景 承认我们需要 主耶稣基督的救赎 及他所吃的 丰盛的生命 并且接受 耶稣基督 为我们个人的救主 生命的主 把我们一生 交托在他的手中 让他来引领 这就是福音了 他为我们的死 为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复活 战胜了 罪恶 死亡的全世 这是我们下周 我们的这个 复活节 我们要真有深度的去 思想耶稣基督 的救赎 因为相信 接待 我们就蒙神 授权 做神的儿女 这是一个受养的隐喻 也就是我们受养 成为神的这个儿女 那这里提到一个 两个对比 一个是肉体的单身 从血气 情 欲 人 欲 胜的 是表示 血缘 中心 家族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从我们的母亲 的肚子里面出来的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第一次的单身 从血气 情 欲 人 欲 血缘 关系 我们的家庭 就是我们的 中心 家族 血缘 关系 但是属灵 有一个单身 下一周 我们要 有这个洗礼 就是你属灵的 单身 就是重生 也就是 重神 生的表示 是一种 属灵信仰 的关系 是一种 你成为 神家里面的人 教会的一个成员 这是属灵的 家族 我们每一个人 都需要 重生 这就是 从 灵而生 从神而生 当你接待 主耶稣基督 为你个人的主 生命的主的时候 你就 重生 我们 重生的基督徒 我们有一个 全病 我觉得很可惜的是 很多弟兄姐妹 没有 好好地使用 这个权益 这个权益 这个权病 是神赐给我们 重生的基督徒的 就是我们有 祷告的 全病 我们能够 向神 祷告 我们一同 回到教会 旅行 使用神 给我们 这个 作为儿女的 全病 来到 一同的 祷告 在那个 祷告之前 今天我们 也以这个 祷告来 结束 如果你还不是 基督徒的话 怎么样 是 算是 借待她 成为 神的 儿女呢 我想 做这个 祷告 是一个 很好的 开始 弟兄姐妹 我们 做 一同的 起立 我们 以这个 祷告 来 结束 祷告 结束之后 我们就 来唱 回应 四个 好 我们 一同 来 读 这个 祷告 慈爱的 天父 我愿意 认罪悔改 打开心门 接受 耶稣基督 做我个人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 感谢你 赦免我的罪 赐下新的生命 做你的儿女 求你管理我的一生 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 奉主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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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